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Lab有放了幾個玻璃瓶子 下面有打很漂亮的燈光 很有趣的是那個玻璃瓶子 你把瓶蓋一打開 就有音樂從裡面跑出來 那不同瓶子的形狀打開 會有不同的聲音 那一次我真的有一點震撼到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把數位資訊 跟現實生活的物件 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那當然陸陸續續 他還有其他的案子 比如說有一個沙桌 那沙桌會有投影機 投影不同的資訊 在地形地貌在上面 那你只要用手去撥那些沙 然後他就會在電腦裡面 重新把那個沙的等高線圖計算出來 然後再投影回到那個沙的沙 也就是說你透過你雙手跟沙的互動 你可以去操控電腦裡面的資訊 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覺得說 對就是這個 我就想學這個 那其實現在用現在的話來講 那就是一個AR的概念 AR就是用把數位資訊 放到真實世界當中 唐瑟凱打定主義勇闖天涯 但本事不夠 根本也想緊進BDR Lab的大門 他到卡內基梅隆大學 斷內筋骨 學電腦設計和人機互動 回國後到華碩電腦磨刀 做了幾個有趣的案子 熬了好些年 繞了一大圈 憑著花卸花開設計案 在台北花博和國際性展覽 打響名號 最後終於取得 夢寐以求的BDR Lab駐場券 第一他很難申請 所以申請上 對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肯定 第二個是他繼續以後 非常非常的競爭 然後課程壓力非常重 然後你的同學都是萬眾選一 然後大家氣苦心都很強 所以在那裡根本就是 搏了老命 在跟同學一起競爭 對 那我覺得 那再加上MIT Media的資源 內部資源跟外部資源相當的多 比如說他內部 有MIT各個系統的資源 的課程你可以休息 那外部有很多企業的資源 所以你除了能夠學得理論上 很前端的一些概念 那你有很多業界的前端的技術 也有可能會匯集到這裡 所以我們在做八九的時候 都是跟一些 就是外面的前端企業在一起合作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成長很快的一個 一個時期 儘管 Media Lab 成立三十年來 也曾出現起伏 但唐盛凱認為 這裡的獨一五二和得天獨厚 也許真得情深待上一陣子 才能體會為什麼很多人 都想複製Media Lab模式 卻始終沒有辦法找到 第二個Media Lab 離開博士頓後 他一路前往舊金山的三星矽谷總部工作 幾年後來到Microsoft 重返令他念念不忘的AR領域 除了上班 工程式的大腦在宣傳生活中 也沒有停止天馬行空的發想 這是他在Media Lab時期受到的啟發 也是一輩子的最大資產 所以我現在在從事這個AR的相關 那公司做的就是戴一個眼鏡 可是其實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時間是不能戴眼鏡 或不方便戴眼鏡 比如說你在煮飯有煙 眼鏡不方便 所以我就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拿另外一個媒介 來呈現AR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發現說 鏡子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反射 市場生活中的到鏡子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的概念就是說 我太太每天拿著食材來吃飯 他會加很多不同的調味料 然後他放這塊肉 可能用這一瓶用那一瓶 久而久之 這個鏡子就雪起來了 把肉放在罩台上 然後突然間我就看到鏡子裡面 亮起來一個箭頭告訴我說 我太太會用這一罐調味料 我移動了調味料以後發現說 我從鏡子裡面可以看到 調味料裡面剩下的容量好像不大夠 我是不是應該要上網去重新訂購一瓶 所以我就把調味料往上提 再放下來以後 它又出現了選單 然後在選單裡面 我就可以選在網路上購物的功能 回到原來的脈絡就是 他告訴我說這個調味料要用三下 我出來了三下以後 你會發現他又告訴我下一個步驟 要用這個調味料用五尺 這個概念就是說 用鏡子當作AR的一個入口 然後可以跟IoTi結合 這個鏡子不只是能夠提供你資訊 他可以學習東西跟人之間的關聯性 然後把資訊在對的時間點顯現給你知道 那同時我在用的時候 他也在學我新的使用模式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AR加AI的一個概念 所以IoTi基本上是一個 假如做AR是第一個會賺錢的公司 對 這是我的預測 他靠我用他就知道 你用過是不是 你有看到嗎 那裡有電視 那哪裡有電視 你只給我看哪裡有電視 那裡有一台電視是不是 WOW BR和AR的廣泛運用 工程師勾勒未來生活的遠景 都讓我們讚太淋淋 不過西家代卷旅居海外的唐盛凱說 自己對做生意賺錢沒什麼興趣 反倒是很樂意幫助別人想想未來的出路 其實早一波iPhone做了App Store 那時候都在做手機的App 那時候就在職場上 一大堆缺都在看這件事情 然後很多的工作職缺 很多的人才可以投入 再來下一波我預計 我預計從今年開始 在未來的五年到八年 基本上就是做BRAR content的事件 對 但是呢 這一方面的人才現在並沒有很大量 所以大部分 全球 就連我們在微軟裡面 有很多的人才都是轉任過來 他們可能早期在 就是在微軟做得很好 然後做App做這些2D interface design做得很好 那現在都轉任到做BRAR 這個東西呢 就像是20年前的黑金剛手機 大家都想說這東西怎麼可能普及 就如同你現在的質疑他說 這東西怎麼可能普及 對 可是手機現在變成這麼小 這麼多 這東西以後變成這樣 那你會覺得這其實就是個未來 儘管英語不是母語 在溝通上難免吃力 但在國外闖蕩幾年下來 他始終對台灣專業人才的素質很有信心 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回家 和大家聊聊那些年 在MIT Media Lab的那些事 然後這幾年來 我一直在跟我的朋友在聊 我說我們10年前 就想跟被訓練的一些 就我們學的東西 跟我們學完以後想出來的idea 慢慢的都到現在都成真的 就變成了 那可是我還有20年 那下個10年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反而 除了自己在從事ARDR的工作以外 其實我覺得更緊迫的是 我自己要去想說 那10年20年後要收割的是什麼 你看我10年前學這個 然後10年後我拿了這些project 這都是我去應徵工作的材料 然後我拿這些材料 給我應徵上 代表10年前20年 10年前學的東西是有用的 那我現在既不是學生了 然後也在從事 10年前做的這個產業 那我10年後要做什麼 10年後 10年後 一來一來又會復習到一個程度 然後就會有下一波 對 所以我現在就在想 在下一波 那MIT Media Lab 這可以呼應到MIT Media Lab MIT Media Lab的訓練 就是在教你想下一個 你待過MIT Media Lab 你受過那樣子的文化訓導 你會不自覺的問自己說 那10年後我要做什麼 那這就是我一直在問自己的東西 只要你給自己的命題是說 我如何10年後我要怎麼收 我現在此時此刻的當下 我就該怎麼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的一個人生哲學 各位貴賓 各位師長以及同學 和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大學文件講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柏君 我是欣宜 今天的演講主題是 Good Ideas for Everyday Life 我們邀請到李辛龍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辛龍老師是The School of Life 台北的執行長 同時也是TEDX的策展人 那欣宜你知道什麼是TED嗎 TED就是在做一場精彩的表演藝術 是一個只讓演講者講18分鐘的演講本台 並用呈現的藝術讓一個好的思想完整的傳達給聽眾 那接下來為大家準備一部介紹 TED和TEDX差別的短片 見到大陸的想法 見到大陸的想法 有很不容易 在那天 你會只能夠在這手中 如果是一個人 真的独立,肯定 真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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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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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іч上有很多商量 它是英國刪試刀的 雲三年 專門的網路開業 當時政策宣告 出面來投資 詞情編集中 提供你來為了 否則最終關於這家事 FULDLYE 像是 VILLEGATES MALCOLM BANDWELL 或這部 所以 TEDX TEDX 是一個任何 特技自行 免許 所有談判是關於你的社群 從國際化、政治、藝術行程度上 所以,TED的部分 別停留在看影片在TED.com 留下一個最新的TEDEITS 活動 如果你有興趣,就開始自己的 TED, 想法是值得的 看完這部影片,大家有沒有和我一樣期待今天的演講呢? 接下來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歡迎 陳文倩、陳老師以及李新榮、李老師 陳文倩、李先生 各位同學大家好 您說還有兩班的人還沒來嗎? 所以他們隨時可以進來? OK OK 我本來想要得到其他的同學來 可是又另外一個order 給我 說叫我要上場 所以我們該相信人工智慧還是相信人類智慧? 為什麼? 張老師說的跟你們order不一樣 沒關係啊 那待會有同學進場 我們就慢慢等他們進來 我先給大家看幾句話好嗎? 先把我帶來的畫先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請來的是李新榮教授 請先給他掌聲 我們剛才說的影片都播完了嗎? 就過了 那你為什麼要叫我上來? 為什麼?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我覺得可以這樣討論 我沒有在緊責的意思 我只想知道為什麼 還是我們可以先帶大家看一下 對 就是想說時間已經delay到蠻久的 所以當中先開一下 但是我準備了幾個影片 大家如果每天有些影片 不是可以學習到比較多東西嗎? 你們想先看影片的舉手 我問問大家已經 還是直接想聽年講的 你們舉手一下好嗎? 因為我準備的影片裡頭 你們看的是哪一部? 我 蛤? 唐盛凱 那部你們看完了嗎? 唐盛凱 那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片 要給大家看 其實很少人可以訪問到他 是全麻省理工學院最聰明的 最重要的頂尖的一個部門 叫做C-Cell 叫做Computal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電腦科學跟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大概全世界最好的腦袋 被認為的人等等 他的主任是全美國最年輕的科學院士 而且他是一個女性 他談到的人工智慧裡頭最重要的事情 就叫做跨界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第二部 第三部是C-Elo van Gia 對不對 是不是 第四部呢 好 我先給大家幾句話 但是我先問大家一下 你們要看影片的人請先舉手好嗎 要直接聽演講 看到了 直接要聽演講的人請舉手 好 很多人都可以的請舉手 好 那 李勳勞老師你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他們先看一下影片 然後剛好讓現在的同學坐進來這樣 所以 我們然後先滾帶到後面去 然後 你們好好看一下 其實很少人可以訪問到他 那 他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重要的告訴你在人工智能的時代裡頭 你應該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該怎麼樣準備 這個女孩子呢 她當年 是羅馬尼亞人 她的爸爸呢 是一位數學教授 那這個東西對她很重要 因為她從小數學可能就 也在這樣的熏討裡頭是不錯 那在羅馬尼亞的時候 還是蘇聯的時代 所以他們當時是羅馬尼亞的共產黨同志 那美國的教授呢 在歐哈尼呢 就很想把他爸爸救出來 因為那時候呢 發生了布拉格之春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沒有預示到1991年 蘇聯就崩解了 那他有一天呢 他爸爸可能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那個美國老師就跟他說 教授同事就跟他說 我想把你弄出來 他就跟他說 我不能這樣像賴平套到美國去 沒有工作 他就說我幫你找他工作 後來有一天 他們就得到一個工作 你知道他得到那個工作 是怎麼知道他得到工作呢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信件都要來檢查 然後呢 那個美國的歐哈尼的教授就 隔一段西就寄一個 QPOP 你知道如果看過美國的報紙 美國報紙呢 很多我們台灣去的一些人 到了週末 因為很無聊嘛 因為你雖然去美國日子過得不錯 可是沒有什麼Social Life 所以到了禮拜禮拜天 就在報紙後面見 哪裡有打折的 這個就叫QPON 這樣 所以我剛剛有個學生去看到那群人 會說他幾點東西啊 他幾幾幾 每個禮拜禮拜天都在那邊 去見一些打折的 覺得他們是很可悲 然後他們就 每個禮拜都寄QPON給他看 那你想如果是共產黨的話 你就每天打開來看 QPON 再下一次這個人的信 又是QPON 久了你就會無所謂 對不對 有一次他就記得QPON裡頭 中間貼了一個 上面就告訴他說 Ohio 錄取了一個 Ohio University 錄取了一個教授 那個名字就是他 他就知道什麼 OK 他就看到了 然後呢 他知道以後呢 也不告訴他的小孩 然後那天呢 Denara Luce 跟他的弟弟 他們兄妹 姐姐跟弟弟兩個人 就一回家 跟著叔伯回來 他爸爸就說 我帶你們 從羅馬尼亞就開車 他要開到柏林 西柏林去 那時候是可以過去的 他說我帶你們 就是到那邊去旅遊玩耍 我正好有一個國際會議 那的確他有一個國際會議 當時是要沿路的到德國的漢堡去開會 所以呢他有這個 invitation 以後呢 他就帶了這個 invitation 帶了他的弟弟跟他兩個人 然後他爸爸完全不告訴他 說我們要逃走喔 所以他們兩個就背書包 一切看起來就像 好像準備去交遊 去吃吃晚飯 然後隔一天晚上就要回來 所以他們就背著書包 只有一個書包 就看弟弟兩個人 就到了邊界看他們幾個人的打扮 都穿成學校的制服 就讓他過了 過了以後 等到到了他爸爸才告訴我 我們從此不回去 然後他們就到了歐哈爾 剛開始日子當然靠爸爸一份薪水 連基本積蓄都沒有 他一毛錢都沒有從羅馬尼亞拿出來 因為他爸爸認為他只要去提武漢 就會引起注意 所以連錢都沒有拿出來 然後他們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很關心什麼 第一個 就是除了美國這種 間斷的西方國家之外 所有其他的第三世界 跟其他貧窮國家的人 在人工智慧的時候 他們該怎麼辦 第二 他很關心 即使是在一個富裕的社會 比較貧窮的人 或者是沒有很好的 可以去上貴族學校的人 在這個時代 他該怎麼辦 然後他個人常常覺得 如果他可以 你們也都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Denna Rooster 請謝謝 這是我今天訪問他的 OK We met a girl from Taiwan who is now in the middle life in IT He make a necklace like you wear very similar to as you wear and when you touch it you can connect to iPhone her idea is how to combine the fashion and not only Apple Watch OK it's really a beautiful necklac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Computer Science if she didn't graduate from her computer science she wouldn't have the kind of skills to make art and computer science together but she told me when he tried to go to the computer science she has a lot of hesitation another guy I met also in Media Lab he graduated he got his PhD already so 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 the diploma of EE but also he tried to go to the music school to learn composing and finally he combined these two things together become again you know but we also see they did all cross crossfield but we also but we see something that the man have less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is music talent and the woman he has some kind of a family revolution to make herself in computer science so what would you say to the parents you know just tell them that your girl is not girls or boys it's their chance in the future we want technology and we want the technological skills but we also want the art we want music artistic expression we want history we want broad knowledge your ability to make new things really depends on kind of the scope of knowledge and interest and passions you have so the more interest and passions get cultivated when you are growing up th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ity for wor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disciplines there are deniel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 自小数理领域表现优异 80年代抵达美国后 抓住每个学习的机会 大学主修咨询工程 康南尔大学博士 是顶尖的机器人专家 他打破向来男性主导的科技天花板 融引美国国家工程院士 麻省理工学院 电脑科学与人工社会实验室 CSAIL首位女性主任 gender issue especially no matter in Taiwan in Asia is something to tell girls that this is not your expertise this is your man and you are of course you are an exceptional case so if that that kind of concept have a bit broken it will lead older girls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they don't have this kind of infrastat to learn what we say to the girls they have to be careful and understand they cannot embrace this kind of a wrong and traditional concept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tell all the girls out there is that if they learn how to make things and program them then they get superpowers because they can imagine anything and then they can just do it they can make it they can breathe life into it through programming they can create new kinds of object new kinds of artifacts that will make life better that will bring dreams into reality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o people that could become the basis of new products that could create new industries you have two daughters are they as good as you in mathematics way better way better but i'm not sure i can pass their own exams today so so they are very they are very talented they really enjoy mathematics they really enjoy computer programming but they also enjoy other things they also enjoy writing they enjoy art they enjoy history and especially today i would say that it is so important to be interdisciplinary in your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to knowledge because there is a lot to be achieved for for technology itself but a lot of the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innovations a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fields imagine doing that with chemistry with physics with biology with architecture with anthropology with art there is such a world of possibilities out there when we when we embrace the tools that technology can give us and and our passions what are you playing i'm coding daniela 赞成 透过游戏 让孩子从小 解除电脑运算 以及演算逻辑思考 潜移摸花中 采放了孩子的创意 想象力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部分男女 都应该拥抱 这种基本技能 成为发明创造的基础工具 how do you get into the sunflower he needs to do some actions i got it some of the country they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learn computing since they were in kindergarten okay very very early okay so this is importan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parents did not really encourage their daughter 父母,的弟弟, 多是教育的。 我认为这就是很可怕的事, 他们的生命, 那么对人来说, 我希望要求全社會 提供学习学习惯 和学习计从 early上, 从肯定的学习, 那么大家可以赶紧 这种机会 发生这个技术 and use it in however way they see feasible in the future because all fields are becoming computational fields from anthropology to zoology no matter what you choose to study your work will be enhanced it will be better it will be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f you have facility with using computation just like the students from the media lab you have met there is no reason to say that computation can be beautiful computation can be beautiful and education with computation with computing can be exciting interesting and beautiful 电脑能够创造出美丽新世界 不少人则担心 人工智慧加速发展 等于召唤出恶魔 可能酿成超出人类掌控的悲剧 电文物理学家霍金 特斯拉执行长莫斯克 都提出警告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则乐观已对 作为世界顶尖的电脑科学 与人工智慧实验室主持人 Benny & Ella的态度较为持平 So I would say that right now the conversation is either about the AI apocalypse or about how AI is going to solve all of our problems and neither one is correct, neither one is true. What we have is something in between and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Let's say the machine learns that a certain picture is a picture of a dog or the machine learned that a certain picture is a picture of a teacup. What does that mean? Well today that really only means that the objects look the pixels in the image look like teacups in the case of teacups or other dogs in the case of the dog. But the machine does not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is the teacup for? What do you do with it? So machines are indeed better than people at some things. Machines can crunch numbers better than we can. Machines can use heavy objects better than we can. Machines can use heavy objects better than we can. read an entire library of books and remember the information in those books better than we can. But machines cannot communicate like we can. Machines cannot counsel like we can. Machines that do not have the big pictur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mmon sense reasoning that we can, that we have. And therefore the best thing is to consider machines and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to consider machines supporting people in their work. taking work off of people's plates. Taking routine tasks off of people's plates. To allow the experts to focus on what they're best at. Since they are 2017年,发表过一篇研究,交通始终拥堵的纽约市,13000辆计程车始终供不应求。但根据MIT团队使用的演算法研究得出,如果改为采用四人共乘的方式,只要3000辆计程车就可满足需求。 So fewer cars means less congested traffic. So that means better traffic for everyone else. It also means less pollution. It means less noise. It means a much better lifestyle in the city for everyone. I wanted to share this as an example of how technology can actually be used to enable new types of business models. We can rebalance how the benefits get shared by everyone. 好无疑问的,Deniela是一位科技乐观论者。她深信今日世界的问题,已经无法理解旧方法解决。 科技发展可以协助改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食物短缺、全球暖化等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 其实我们刚刚记者私底下的答案,他把最后的答案给了死掉,他觉得很奇怪,后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做工程它可以解决,变成一个business model。他的说法是这样,没错, 计程车司机会失去一些工作,会有些计程司机会…比如说,你如果从一万多辆里面剩3000辆, 可是如果你们了解美国的状况,美国已经没有人要开计程车了。 所以美國為了要讓基層車司機 在門哈頓的紐約市裡頭 可以有人開基層車 之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1990 年 開基層車的都來自於印度 然後呢 最近全部都來自於 Pakistan 馬基斯坦 他必須要用外來的移民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本身 其實已經出現了 labor shortage 就是他出現了不夠基層車司機的狀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好 那你要做基層車司機 你的收入會減少嗎 如果是共乘 那你有一個apps 然後他可能是共乘汽車的 那你這一點一點 他就一站一站這樣 那你本來你一個人 假設說你的基層車車費 我們用彈率來算 一個人是100塊錢好的 他就可以譬如說你是80塊 可是呢 他本來在你一個人 他只賺100塊 他在4個人他可以賺320塊 所以那個基層車司機 他開車的時間跟以前一樣 可是他收入是比以前增加的 這就是所謂的business model 然後呢 另外那個車主的數量可以減少 所以他本身呢 可能是一個經營計程車 車行的人 他的成本可以不要那麼高 這就是他講的business model 好 我們開始今天的課程裡頭 我今天要講了幾句話好不好 來 我們第一句開始 然後我們待會就請李信龍老師 他是一個很把我在網路裡頭發現的人 這個人呢 他是人還是 你認為他是漂亮的女人的請舉手好嗎 喂喂喂 你們覺得他不漂亮嗎 他不漂亮 你覺得他不漂亮 他至少比我漂亮吧 你覺得他比我漂亮的請舉手好嗎 你覺得他比我漂亮 你覺得他比我漂亮 你很誠實 You're fired 這樣子 下去 看完笑 真的 說實話的人要被鼓勵 他不是人 他是一個機器人 他現在擁有沙烏地阿拉伯的公民身份 他是香港的一家公司 還有一個叫Thunson 的人所 製造出來最接近像人一樣的機器人 但是他所有會講的話幹什麼的 通通路人既有的城市輸入的 如果超出他原來的城市 他就會亂 就像你的Siri 他就會講一些奇怪的話 然後呢 最前面第一句話 你們第一句話沒有吧 再下來 這個才對 這機器 他叫機器公民 有些燒標 我給他一個身份 我沒有恨 也沒有愛 別把好萊塢當真相 就比在好萊塢看到機器人多可怕的 那個不是真相 那是要騙你的票的錢 那是人 人會詐騙你 所以他會誇大 我沒有恨 這是別人的好處 我也沒有愛 這是別人的壞處 前面一句話 矽谷有一種思維 在這裡你不是因為失敗而背負污名 這是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在矽谷 所有的創新裡頭就是你不害怕失敗 再下來 第三個 這是Tim Cook 我要送給大家的話 然後我就要教給今天的老師李辛龍的話 他說了一句我們對人工智慧最關心的事情 然後一直在變了什麼 取代多少工作 像依晨老師來到現場 他說你90%工作都沒有了 我翻篇資來 回到他的90% 怎麼想出來的 我想他就是為了嚇人大家 然後呢 這個 張家淵老師呢 和大家看了一下 作為廣大的技術家 他在這部份他是比較學問淵博啦 他大概 大家會認為是 20% 30% 可是 最新的報告出來 認為到2025 年之前 大概會全世界 會有9億個新的工作 被創造出來 然後會消失掉傳統的 4到5億個工作 So there's new jobs created 是9億 然後會有舊的工作 是4到5億個工作 會不見 你這麼年輕 你要站在哪一邊 這是你現在必須要思考的事情 OK 然後Tim Cook 他對於人工智慧 覺得大家喜歡誇大說話 上來歌詞裡面可以看到 他不是一個喜歡薄白面的人 他就說 我不擔心人工智能 會讓計算機就像電腦一樣 像人類一樣思考問題 取代的工作 我更擔心的是人類 像電腦一樣 人工智慧一樣 思考問題 也就是說 你沒有同情心 你沒有價值觀 而且不及後果的 想要贏得你的勝利 不是賺到你想賺到的錢 好 那就是艱苦的話 那這也是我今天特別邀請 李老師來我們現場的願意 怎麼發現李老師 他跟我說他二十多年前看過我 太高興了 還有人在我印田時候看過我 所以希望你當時都像是好印象 然後呢 我怎麼找到他 因為我發現 英國有一個很棒的學生 The School of Life 我們知道怎麼過日子嗎 No we don't know 而在人工智能的時代裡頭 或是人工智慧的時代裡頭 我們怎麼過日子 我們應該像過去一樣 覺得很焦慮 很繁忙 或者因此而產生憤怒或是什麼 或是而產生挫折 到底是應該怎麼樣 School of Life 其實就是在告訴你一些 其實我們現在談了一大堆知識 我們自己需要的知識 除了電腦科學 這裡頭還保管了人本身 然後我在找School of Life 看了他幾個影片的時候 突然發現 網路上有一次我搜尋 跳出一個叫The School of Life 它是英國初創的學校 然後是一個英國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跑出School of Life 台北 我說 怎麼會有台北 然後跌下去 李教授就是台北 台灣的School of Life 的負責人 所以他今天的講題 就是要來告訴我們 其實在人工智慧的時代 作為一個人 你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給教授掌聲 好不好 好的 歡迎你教授 始終原來我們開始 交給你 我就站著把文健老師坐一下 因為我突然就坐著 離大家我有點意願 你好 各位同學大家要不安 好像已經有一半睡著了 所以我們全體暫選一下 我們先全體起立一下 做一件事情好了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是昨天晚上我也要大家做的 也就是說呢 不是要叫你做健身操 你可不可以跟你最附近的人 跟五個人呢 跟他握手 然後跟他問候 你最近的五個人跟他握手 跟他問候好嗎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呢 可能明天會帶來厄運 如果你握得不到五個的話 像我有沒有稍微有點威脅你 文健老師你還燒兩個 所以你想盡辦法跟你最附近的人握五隻手可以嗎 握完的話呢你就可以坐下了 握完的時候你就可以坐下了 這樣子呢可能勉強可以再撐百個小時 是可以醒著的 我自己在大學喔 我已經快50歲了 那我在2000年的時候第一次到大學教書 那現在事隔已經17年了 這個教學的空間是很不一樣的 教學的方法也很不同 我今天呢 並沒有準備很豐富的powerpoint 那為什麼呢 我要跟各位說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希望大家帶來一些思考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準備很多的什麼powerpoint要一頁一頁播放給你們看 所以各位呢請你思考一下 我先講幾件事情喔 昨天晚上我在高雄主持一個 先講一個這個 其實我很少 很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跟大家做對談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呢 我是在做苦工 我都在做主持的 所以今天這也是文健老師在主持 然後我來這邊跟大家做對談 昨天我在跟大家 高雄有一場在做ARBR的一個產業趨勢轉型的一個分享會 場面不大小小的 那現場來了幾十位 那大家其實也在擔心剛剛文健老師講的 就是有關於說 那這麼多東西工作機會都被取代了 那這未來是怎麼辦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個幾個指標 這可能文健老師大概也很清楚 IMD瑞士洛杉磯管理學院 他在今年發表了三個報告 最初的一個報告就叫做 Compativeness 競爭力報告這個事 他長期以來都有在做的報告 競爭力報告呢 這一份呢 第一名呢 他是選了63個經濟體 他不是用國家 他是用經濟體的概念 63個經濟體 第一名呢 是哪裡 第一名是香港 台灣是第幾名 台灣第44名 OK 後來第二份報告呢 叫做Digital Competitiveness 數位競爭力 這個跟今天在談的AI有相當大的關係 數位競爭力 第一名是哪裡 第一名是新加坡 台灣第幾名 台灣第12名 所以其實台灣都在很靠近使命的範圍 第三個報告是上個月 才 公佈的 叫做 World Talent Ranking 世界的人才的這個 競爭力的一個 Ranking 就是一個排名 這裡面呢 我先講 他用三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呢 叫做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就是投資跟發展 那他講的投資發展 是在講什麼 講 有關於 對於當地的人才的培育跟發展 第二個叫做Appear 吸引地 他講的吸引地是 對於 吸引外來人才 留住人才的吸引地 第三個 他講的是 Readiness 有關於什麼 有關於 人才 現在的技能 是否能提供在市場 目前工作所需 也就是這個 成熟度完備的 狀況 這裡面呢 當然包含了幾個 系的指標 包含從 Education 教育 從Apprenticeship 師徒制度 從 Workplace Training 從他在工作職場上的 在職訓 On-site的訓練 包含 Language Skills 你的語言的能力 包含 Cost of Living 你在當地的這個 生活的費用 Quality of Life 生活的品質 還有最後一個是 Remuneration and Tax rate 就是你的 報酬 跟你的 這個 有關於稅務的部分 這裏面呢 為什麼要跟各位分享 這件事情 因為呢 在 唯獨在這個報告 台灣呢 的名詞 不太一樣 各位想一下 台灣在這個名詞 其實是在 12名 14名以前 還是 往後 以前的舉手 在排名在12 以前的請舉手 認為這個 World Talent Ranking Report 在排名在12以前的舉手 認為排名在12以後的舉手 OK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在12以後 相信是跟這個市場狀況是有絕對的關係的 在這個World Talent Ranking排名 第1名的呢 是 瑞士 再來是丹麥 再來是比利斯 歐洲的國家包辦了前10名 然後呢 第11名是加拿大 第12名 終於有 亞洲的地方第12名是香港 第13名是新加坡 台灣直接跳到第23名 但是 大家覺得台灣 他在23名 是很後面 對不對 實際上 你覺得很厲害的日本 大概在31名 你覺得很厲害的南韓 大概是29名 你覺得法國聽起來很厲害 大概在27名 中國大陸在第40名 那也就是說呢 台灣在整個 World Wide的一個Talent Ranking上面排 23名是一個相對 與其他的指標 我們是比較落後的 也就是說在我們在人才的發展上面相對是不足的 回應剛剛文芊老師講的 有關於說 未來有這麼多的工作機會 會消失 我們不管說未來會消失有多少的工作機會 或者是還會再創造更 更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 人類的存在 就是因為 我們 都是有情感 我們有想法 我們會去思考 人類會創造文明 這件事情 所以回頭來講說 AI這件事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們在講前面這件事情 在講了一個東西 叫做 EI 我常常在講說 這個過去呢 是 念 EE 電機工程嗎 現在也是 EE 另外一個EE 叫做 Emotional Education 情感 情緒的 教育 OK 那 科技在講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實現在 很重要的一個叫做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 情感 情緒的 智慧能力 各位大家可能 聽過EQ這個東西 然後可能聽過 Garner提出的八大智慧 人類的多元智慧 那一直到呢 在2009年呢 有聽過 艾倫迪波敦這個人 請舉手 只有一位 你書讀得好像特別多 OK 那是創意的 好 沒有 這都是創意的 但是根據上是創意的 OK OK 好 2009年 有一個人 叫艾倫迪波敦 英文是 Elan de Botton 或者是你 英文的念法是 Elan de Botton 他呢 創立了一個叫做 The School of Life 叫做人生 姑且我們把他 辦成人生學校 人生學校 這件事情呢 在說什麼 其實他的核心呢 有一句話 叫做 Good idea for everyday life 其實每一個 國外的品牌 你在看他的slogan 對於這整個品牌的定義 都很清楚了 Good idea for everyday life 這句話應該不用再翻了 他在談的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你如果再去上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這個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這個 Education 有關於這個 IBE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教育組織 他其中有一項提出的 也是有雷同的看法 叫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這個中文 我不確定要怎麼辦 會比較合適 好 等一下有文件老師幫忙翻一下 就是有關於 社會化 或者是社交關係的 情緒 去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國內有的Paper 並不是很多 所以 中文我不確定有具體的翻法 應該是怎麼辦 會比較好 但是他講的意思 是同一件事 也就是說 大家在 急急盈盈的 去思考說 我要學管理 我要學 音樂 我要學人工智慧 我想要學 一技職場 但是在現在面臨的職場上面 我們要學的 其實不只是 這些所謂的 Hard Skill 我講的Hard Skill 就是剛剛講的 這些專業能力 屬於工具型的能力 可以帶來你工作機會 創造 你的生活所需的 但是相對 你要在 這樣的一個社會領域 去發展的時候 要有一個所謂的 Soft Skill Soft Skill 是包含什麼 我們親愛常講的 同理心 不過同理心 有點被過度濫用了 然後常講說 能去感受別人 或者去觀察別人 或者去傾向別人 或者跟別人互動 或者去理解別人 包容別人 等等 這些都是在一個 Soft Skill 裡面的範疇 而這裡面 就延伸到說 我們人生裡面 有幾個 幾個 比較重要的課題 我的恩師呢 也是 文謙老師的好朋友 吳晶忌博士 他在 30年前吧 我看不知道 30幾年前 出了一本書叫做 《青年的四個大夢》 從有關於 這個 終身置業 或者是 對於愛的尋求 或者是 對於這個 有關於 你自我的探索 了解 等等 他用四個面向來探討 那其實 人生學校在探討的 第一個叫 Self 自我 第二個叫做 Relationship 關係 第三個叫做 Work 第四個叫 Social 第五個叫 Minute 那 也就是說呢 人生學校這邊探討的東西呢 並不是在教你如何呢 去 面對職場的這些所有的這些 Hard skill 這些技能 而是在告訴你 Soft skill 面對 自己的能力 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 剛剛呢 我看到 文謙老師播的那個 影片 我感觸也蠻深的 就是有關於 那一位 他逃出來的 那一位難民 我剛好今年接這個 TED Telex Ambassador Telex大使 我在 七月 八月底的時候 受邀到 坦桑尼亞去開會 那坦桑尼亞 我對於非洲一無所知 那 那時候我在機場的路上 講那個計程車司機 因為剛好講到 計程車司機這件事情 我問他說 這個 你一天的工資多少錢 他說他一天工資 五塊美金 我說那你 週休二日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 週休一日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什麼時候休假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一個月都不休假 他說我只有 生病的時候 我家裡有十的情侶 我才休假 不然我一個月到頭是不休假的 所以我一個月就是 一百五十塊美金 一百五十塊美金 我說那你一百五十塊美金 之後 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存錢 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什麼 你萬萬想不到 你萬萬想不到 一百五十塊美金 能存下來 扣掉花費 存下來 他想做什麼 你萬萬想不到 我聽了 我聽了 心裡很難過 我差點掏錢出來給他 他說呢 我存下來的錢 我想去學英文 我說那你學英文要幹嘛呢 他說因為啊 我學英文啊 才有機會開更好的車子 因為探桑尼亞 那時候你如果有機會去探桑尼亞的話 有機會參加當地的Safari Tour 開Safari Tour的車子的司機啊 光 一天的 小費 就是至少是十五塊美金 一車有六個人 所以你算一下 一個禮拜的Safari 那個司機大概就四百多塊美金 光小費 那我想這個是在告訴大家說 當 很遙遠的國度 他還在面對生存的時候 在面對工作技能挑戰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在台灣 我們面對的是下一個階段的挑戰 已經不在於是這個工作技能基本生存的挑戰 而是在於 有關於你在Soft skill 你在面對情感智慧 情感能力的挑戰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喔 那段影片呢 我借這個機會讓大家看一下 那待會等一下我們也可以邀請文切老師來一起來討論 有關於說 這個 The School of Life到底都在討論些什麼樣的議題 那其中一個議題呢 叫做How to be confident 如何變得更有自信 The School of Life裡面有很多的課程喔 其實也要 我應該要要文切老師來當我們的 School of Life老師 有一堂課呢 我認為是 要給全台灣的這些部會首長上的課叫做How to stay calm 就是要給這些立委上這門課 那個文切老師你應該可以免費售課 然後我們提供給所有的 這些名義代表跟那個官員上How to stay calm 我覺得不免費 因為跟他們上課對我是一個torture 所以因為他受非常高 跟他們下課可以免費這樣 OK 那裡面有很多的課題是跟我剛剛講的從self 從relationship 從love 從work 從social 從meaning有關的 所以比如說 How to enjoy your life How to communicate better at work How to move on from a relationship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課題是蠻popular的 就叫做 How to be confident 大家都想說 可以如何變得更有自信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自信這件事情 最近我在大學教課我發現說 很多傳統的 傳統的價值 現在是不被拿出來討論的 比如說我突然有一天問同學說 你知道什麼叫 他叫榮譽嗎 他突然頓了一下說榮譽 他就他只有嘴巴張到 不知道 我說你知道什麼叫願景嗎 願景跟目標有什麼不一樣 他的回答說 老師我脖好痛 你叫我動腦 有點辛苦 願景跟目標有什麼不同 願景跟目標有什麼不同 你問我 I'm asking you OK 很好 我今天呢 變成當學生 我應該也是張得很大的嘴巴 目標 是一個 短期內 然後是一個 achievable 的事情 很明確 比如說 我舉例 我 我這學期 的課程 我都要全部 pass 或者我這學期 全部都要拿 80分 或者我是一個sales 我今年要達到 一個業績100萬 這是我的目標 可是願景啊 願景是結合了 你人的一個熱情 一個理想 對於未來的一個想像 甚至你想要跟這個社會產生某一種共鳴 讓大家願意跟著你一起 follow 跟著願意你一起去創造的一個東西 叫做願景 而這個願景有時候是不可及的 但是願景是你的一個終身置業 是你的一個熱情之所在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能夠把我的短期目標 也是熱情 為什麼不能夠把我的短期目標 也可能是我終身不可及 why suppose 在這個如果從英文的詮釋裡面 go 這件事情 目標 然後本來就是應該是 在定義裡面是短期的 是achievable的 是能被量化的 能被界定的 然後能被設定一些工具 所以你其實是認為 goal 這個字 這個visual 是不一樣的 but what about the life the goal with vision 就是如果我的目標就是帶著願景的 為什麼不行 而且在現代的definition裡頭 你講的是一個可能大一百科全書 20世紀初的時候 他們把goal跟visual這樣子區分 在現代我看來目標是一個踏實的事情 願景是政客騙人的東西 Am I right? could be right 好 開日專課的開玩笑 ok 好 我先等一下測試你的自信心 ok 非常好 非常好 你來教這個課 非常好 對好 我覺得這個課不錯 對好 沒有問題 來 這個confidence 我們先看這五分鐘 分分的影片 好 in well-meaning attempts to boost our confidence ahead of challenging moments people often try to draw our attention to our strengths our intelligence our competence our experience but this can curiously have some awkward consequences there's a type of underconfidence that arises specifically when we grow too attached to our own dignity and become anxious around any situation that might seem to threaten it we hold back from challenges in which there's any risk of ending up looking ridiculous which comprises of course almost all the most interesting situations in a foreign city we might grow reluctant to ask anyone to guide us to the nice bars because they might think us an ignorant, pitiable, lost tourist we might long to kiss someone but never let on had of a fear that they could dismiss us as a predatory loser or at work we don't apply for a promotion in case the senior management deems us delusionally arrogant in a concerted bid never to look foolish we don't venture very far from our cocoon and thereby from time to time at least miss out on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our lives at the heart of our underconfidence is a skewed picture of how dignified it is normal for a person to be we imagine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after a certain age to place ourselves beyond mockery we trust that it's an option to lead a good life without regularly making a complete idiot of ourselves one of the most charming books ever writte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s called in praise of folly by the dutch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erasmus in its pages erasmus advances a hugely liberating argument in a warm tone he reminds us that everyone however important and learned they might be is a fool no one is spared not even the author however well schooled he himself was erasmus remained he insists as much of a nitwit as anyone else his judgement is faulty his passions get the better of him he has prey to superstition and irrational fear he's shy whenever he has to meet new people he drops things at elegant dinners this is deeply cheering for it means that our own repeated idiocies don't have to exclude us from the best company looking like a prick making blunders and doing bizarre things in the night doesn't render us unfit for society it just makes us a bit more like the greatest scholar of the northern european renaissance there's a similarly uplifting message to be pulled from the work of peter bruegel his central work the dutch proverbs presents a comically disenchanted view of human nature everyone he suggests is pretty much deranged here's a man throwing his money into the river there's a soldier squatting on the fire and burning his trousers someone is intently bashing his head against a brick wall someone else is biting a pillow importantly the painting is not an attack on just a few unusually awful people it's a picture of parts of all of us blogel and erasmus's work proposes that the way to greater confidence isn't to reassure ourselves of our own dignity it's to grow at peace with the inevitable nature of our ridiculousness we are idiots now we've been idiots in the past and we will be idiots again in the future and that's okay there aren't any other available options for human beings to be once we learn to see ourselves as already and by nature foolish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so much if we do one more thing that might make us look a bit stupid the person we try to kiss could indeed think us ridiculous the individual we ask directions from in a foreign city might regard us with contempt but if these people did so it wouldn't be news to us they'd only be confirming what we'd already gracefully accepted in our hearts long ago that we like them and every other person on the earth are a nitwit the risk of trying and failing would have its sting substantially removed the fear of humiliation would no longer stalk us in the shadows of our minds we would grow free to give things a go by accepting that failure was the acceptable norm and every so often amidst the endless rebuffs we'd have factored in from the outset it would work we'd get a kiss we'd make a friend we'd get a raise the road to greater confidence begins with a ritual of telling oneself solemnly every morning before heading out for the day that one is a mutton head a cretin a gumbel and an imbecile one or two more acts of folly should thereafter not matter very much at all what the or the holo 这个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个文潜老大尔好像有要说些什么的样子 electric人 我觉得你如果把影片实现给我 我会把今天的讲课题目叫做 哦 哇 原来我们天生就是猪头 好吧 请问自己的猪头我鼓掌一下好吗 suchen 我们边都是猪头 文潜人士远蠢 包括我 我也犯了很多猪頭的事 不犯 猪頭 反正我也常犯了很多猪頭是很蠢的事情 可是呢 我如果覺得害羞 覺得 Embarrassed 狡迫 我在乎別人對我的各種看法的時刻 我其實就會很痛苦 所以越在乎的人 越慘 我現在他已經住院了 所以我不想罵他 我想 Jason 他送給我最高的榮耀 他稱我叫全台灣最聰明的女人 這句話是對我最大的一個重量 所以他應該叫我全台灣最豬頭 最愚蠢的女人 這會是我人生勢力很多 這樣對吧 應該是 我們先生來 我們天生就是豬頭 這聽不好嗎 請你們回家去寫在自己今天的上課筆記本上 我們天生就是豬頭 下次呢 你們如果碰到什麼問題 只要翻開這一頁 Smile Forget it 就算 這樣對吧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在 The School of Fire 這堂課裡面 叫做 How to be confident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在人生學校裡面的課程 我們在講 How to be confident 並沒有第一件事情其實講的就是 We are all idiots 其實豬還蠻聰明的 我們就是說我們天生就是傻蛋就算了這樣 比豬還要笨 豬頭有點是提升了自己 而且對我們胖子不太公平這樣子 所以應該叫我們天生就是傻子 再來改下兩個字 Alan de Porter 呢 其實我當時我會做書以 School of Life 第一個是Alan de Porter 的名義 他已經每一本書我都買 他什麼書都寫 他會寫旅行 然後他會寫一些人生的感悟 然後他會去寫哲學家的慰藉 他會去寫情書 你看他寫很多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是在哲學家的慰藉這本書裡頭 他也注意到我曾經注意到的一個哲學家 叫做一比九魯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你們 那個時候有來上我的課嗎 我不是有一系列的講堂 叫做漁業學校 你記得嗎 漁業學校的概念就是一比九魯所創設的漁業學校 當時他的地中海總共開了五百家的漁業學校 後來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事物進來 他們希望摧毀原來當地對一比九魯哲學的信仰 所以要他們完全相信天主 相信耶穌 所以就把一比九魯說成是腐敗跟奢華的 因此你去查大英百科全書 叫百科全書的不是只有今天才有fake news 當時只有fake information 原來是透過宗教故意要掌握當地的力量 然後他就把他一比九魯說成代名詞 就已經不叫是一比九魯這個人 一比九魯學派這個字眼 在大英百科全書就代表他是奢華的 他是腐敗的 他是墮落的 可是我那個時候跟大家上過課 就是說一比九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什麼 他一定要住在雅典城 那代表就是我們講的社會 社會城郊外一個小時的距離 那一個小時一定很遠 他目的就是遠離他們的價值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不要被那個社會對你的看法 社會對你的見解 社會怎麼區分你 把你定義住了 所以他才要求住在一個小時之外 然後他們每天思辨各種問題 然後他列出會讓你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裡頭沒有愛情 是朋友 那有美食 有很多其他東西 他所有的美食跟昂貴是沒有關係的 那時候大家搭一起種田 然後晚上一起討論 他說除了像很低級的動物 要不然都會沒有人會自己一個人吃飯 這就是一比九魯學派 後來我就看到Alan de Paul 他大概看到這個世界 包括他所身處的英國有Brexit 然後整個歐洲都在改變 所以他會去設立The School of Life 對不對 The School of Life其實 Follow我今天老師剛剛講的一比九魯 裡面如果你有機會看這個剛剛YouTube的影片 因為The School of Life在YouTube的頻道 有一百多支影片 我們大概把四五支影片翻成中文字幕了 好看 那裡面就有一篇是講到一比九魯的 講到他的享樂主義 講到當時他被認定的一個價值是什麼 那其實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說 近十年來台灣有這麼多的這些 什麼身心靈的課程啦 心理諮商的課程啦 那The School of Life有什麼不同 其實他是用一個有立論根據的 就是說包含剛剛講的從哲學的角度 從心理學的角度 從社會學 從文化 從藝術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有關於How to be confident這件事情 或者什麼是How to stay calm這件事情 許多的這些課程內容 都是有一個立論根據 也就是說大家可能意識到一個趨勢 比如說哲學這件事情 在這幾年形成一個蜂巢 所以有哲學普及化 各位可以有聽過哲學星期五 哲學新媒體 哲學高中推廣等等 他就有各種各種普及化的東西 包含經濟學 你可能在網路上會搜尋到白經濟 白色的白白經濟 或者你會用什麼巷口政治學 菜市場社會學等等 這些都是把傳統的學科 做一個普及化 而The School of Life 他在談人生的同時 他就是把這些傳統的東西 傳統的學科 變成是一個普及化的利用知識 在你的生活裡面 用來面對你的人生課題 我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在談很多的同理心啊 什麼等等啊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談第一件事情 在同理心之前的那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叫做Know Yourself 有一個希臘詞人叫貝利斯 他有講過 泰勒斯他講過說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your life is to know yourself 你人生當中最難的事情 他是瞭解 認識你自己 所以在The School of Life裡面 其實有很大量的內容 是在談說 Know Yourself 所以剛剛講說 有幾個領域 Self, Relationship, Love等等 Self其實是放在第一個 你對自己認識嘛 就我自己所受的教育而言 我可能只有在國中的某一堂課 然後老師說 認識你自己 實際上那堂課 也就這樣過去了 自此而後呢 再也沒有提到認識你自己 包含我在大學的教育裡面 你可以坐下來嗎 好 我覺得我們對面認識的同學們 會覺得比較重 因為School of Life非常重要 其實是非常具體的 用一種很好的哲學思維 去拆解事情 它的最大的特色 像他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會緊張 你為什麼會沒有自信心 你為什麼會焦慮 是你在乎尊嚴 他把這個點給破了 那你在乎尊嚴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以為你不是蠢蛋 可是你是 宋華在台下 他跟我生活上有的接觸很多 他可以告訴我 我是不是一個大蠢蛋 是不是 我很蠢對不對 我不斷地對著鑰匙 他不斷地幫我找鑰匙 我不斷地搞不到我 找不到我的東西 他永遠就知道說 我就是一個蠢蛋 然後他們會安慰我說 你在某些方面 你很優秀 所以這方面是蠢蛋是沒關係的 可是你在這方面 真的永遠都是對的嗎 永遠都是這樣嗎 其實並不是 所以他這裡頭很重要就是說 你承認 你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這個東西對你自己是個解脫 應該是這樣講 是 承認你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你承認你是一個 可能不如豬的一個蠢蛋 這件事情對你的人生是很重要的 比他問題榮譽重要 我的目標就是 知道我是個蠢蛋的基礎之下 盡量不蠢 然後當我蠢 那這沒什麼 那當我不蠢 這值得慶祝一下 就是把它倒過來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剛剛講同理心 我就請教一下比教授 同理心就是要瞭解別人 但你剛剛講的 其實最困難的是瞭解自己 你不瞭解你自己 你如何去瞭解別人 這是你的邏輯嗎 應該是說只有一半是這樣的邏輯 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講同理同理 然後一直在想的是對方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 如果同理反過來的話 是對方也在看你 對方也在試圖的同理你 試圖的理解你 那你是不是有在適當的 透過適當的溝通去表達你自己 讓別人認識你自己 也讓你自己知道說 OK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那我當然就會知道說 可以理解說別人對於我的認識是有限的 那如果我完全不認識自己 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要去同理別人 本身是有一個邏輯上的困難的 我有點不太同意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人是很複雜的 人太複雜 我們每個一段時間 每經歷一件事情 就重新認識自己 可是同理性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點 我跟理教授有一點 不太相同意見 就是把你的我 我叫我持 就是把你的我 你的自尊心 你的個人需求 你的這個事情 你的損失 你的渴望 你的貪婪 跟你對於榮譽的感覺 你的挫折感 跟你想要打敗別人的憤怒 你全部都拿走 然後你成了他的角色去看實際的時候 你就比較可能建立同理性 你如果不先把你自己這些東西都拿走 你永遠不會對別人有同理性 你同意嗎 那個文青老師說的很好 但是我也不禁然同意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家練習argue的過程 因為其實台灣的教育裡面 沒有一個適當的訓練去訓練 去訓練大家怎麼去argue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文青老師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應該把我的所有的東西拿掉 可是在實務上的操作是拿不掉的 大家是很根深蒂固的那個我是存在的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你先認識你自己知道自己的我 有哪些東西 比如說你很臭屁 你很自私 你很這個不喜歡跟別人相處 或者你很粉絲技術 這些你所知道的這些我這些東西 你就會比較容易去知道別人怎麼看待你 以及怎麼去跟別人做主動有效的溝通 我的argument是說 因為對我自己的認識是不斷地在改變 不斷地在成長 然後我們遇到一件事情 突然多看到了自己的我 所以我並不希望它成為一個藉口 然後在這裡頭呢 你去了解別人的實質 我們說旁觀者輕 只要你沒有把自己的東西在裡頭放太多 他人的痛苦 他人的困境 其實你反而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對於自我的認識 是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 對於自我的自覺 對於自我的觀察 包括你是不是一個自私的人 你可能要到一個階段 你發現說 Come on, I'm so selfish 然後你可能到一個階段 Come on, I'm so weak 我是如此脆弱的一個人 像我最近經歷了一些事情 我就發現我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人 在那個之前 在此之前 我覺得除了我十七歲 我外婆死掉之外 我都覺得我是一個很勇敢 並不脆弱的人 可是我最近發生一些事 我就承認我是一個很脆弱的人 那我的脆弱呢 當我承認它 跟不承認它 或是我認識它 我的脆弱程度 原來可以 這麼脆弱的時刻 並不等同我可以不認識一個人 比如說 早在我可能十歲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 雖然我是一個本省人的家庭的小孩 而且我的外公還是二二八的被抓去坐牢的人 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家 當時是有一個紡織廠有錢的家庭 他就被槍斃掉了 所以我說 雖然我覺得國民黨的貪汙是個很糟的事 可是還好他會貪汙 所以才就回來一條命 就看一看一件事情 你手中的角度看 然後呢 他就在那個狀況裡頭 就很糟了 然後最後他 從坐牢出來以後 然後一直到他死之前 我就看著那個悲劇不斷地複製上野道 他活下來了 他逃離了監獄 他過得很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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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家裡頭就分成了幾種人 有一種人就很討厭外省人 這全部外省人都討厭 第二種人就是很痛恨國民黨 第三種呢 你把每個人就當成人 這個很重要 就比如說 我可能在我們家對面就看到一個老兵 然後那個老兵呢 他就一個人在那邊一直煮面 你又覺得為什麼他是一個人 然後你就會去理解他從哪裡來 然後也沒有人去想說 他是原來從什麼地方來 好像從石頭裡都蹦出來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把你自己 某些情緒跟某些東西擺開來的時刻 其實哪怕一個非常小的小孩 他是可以建立同理性的 可是如果你把你自己 某些社會化的承接 比如說 假設你出生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 然後呢 你自己對於家族裡頭 灌輸你的觀念裡頭 你就看不起比你窮的人 那你就會永遠不可能去理解 那些窮困的人 他們的秘密是怎麼回事 然後你可能永遠會 某個程度就會有種 你自己得到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頭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 理解自己是一件事情 我覺得去社會化 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太在乎社會怎麼看我們 其實這也是Alotapurton 他的哲學的慰藉裡頭 不斷強調的概念 也是一筆 哲學裡頭強調的概念 就是請你盡量跟這個社會 保持適當的距離 也許在現在社群網站的時代 你那麼需要讚 你好怕有人酸民來罵你 可是這個社會裡頭 酸民在百分之八十 然後想要攻擊你 你把你 假設你比他好 想要攻擊你把你搞下來的人 可能在百分之九十 這個社會 就是一直都如此 可是你越講平等的社會 越講平等的平台 這個現象就會出現得越嚴重 所以我跟李教授 我們交換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好 我們現在來告訴一個同學 假設他現在打開一個社群網站 他自己有Facebook 你們大概都會有 然後有一天 你發現你寫了一個東西 有一堆人都攻擊你 他們該怎麼處理 有一堆人都攻擊你 該怎麼處理 我覺得回到剛剛文謙老師講的 與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 是最單純的一個方式 我延續剛剛文謙老師講的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同理性 還有你有提出你的argument 就是說要必須放掉這些 其實某一方面 我們是有共同的一個交集 其實剛剛有一個部分沒有被拆解開來 也就是說 文謙老師特別highlight了一個 就是價值觀這件事情 如果 寧願生長在能富裕的家庭 你已經建立了一個這樣的價值觀 你是沒有辦法去理解別人的想法 就如同說 我剛剛講的說 我在談桑尼亞的故事 我如果沒有辦法去放掉我原本的價值觀 我會覺得說 他一天賺五塊美金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有我的很好的世界 那我剛剛在講的一件事情 就如同文謙老師有講的是 認識自己是一個 progressively 持續的 continuously 他一直在持續演進了 而且也是一個動態的一個過程 他不會是一個 有一個milestone 然後我們就接觸了說 我們就走到那裡就認識自己 ending 我們就完整的認識自己了 我好奇問你 假設你現在來談剛才那段話 那就有一對人上來攻擊你 說你長得帥了 你已經當教授了 你還在私立大學裡面 然後你又不需要受那個年紀影響 你日子過得好了 你可以主持VR跟AR的產業會 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好處 所以你今天才來講這個話 你碰到這種類型的人 就是各種不同的攻擊 你會怎麼對待他的 非常好的問題喔 這個真的也是考驗我自信的時候 我會覺得 如果不管他是從網路上的攻擊 當面的攻擊 我都會覺得說 你所言都是對的 你所說的話都是對的 因為我必須先肯定這樣的算靈跟相靈 因為他已經有很堅定的價值觀在那邊 我絕對不能defense myself 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說你說的都是對的 但是 我有很多的面向是你看不到的 我在努力的時候 你看不到 我在受腹的時候 你看不到 我在被人家看笑話的時候 我在低頭 悲躯 悲躯屈膝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 我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一面 其實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很坦白的在各位同學面前 跟在文謙老師面前當中的大家分享 我在看到 Facebook 有人波很多 他現在 哇 他 明明跟我年紀差不多 甚至小我個五歲 他說 我今天晚上出去都是跟某個老總 談了幾百億的這個一個合併啊 我心裡就會想說 其實我也有同樣剛剛反過來的心態 我會覺得說你憑什麼 你何德何能 真的嗎 我的感覺我覺得這個人好可憐 我覺得他需要靠這東西 證明他自己這個人將來一定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自己 他是一個殭屍 一個空的人 你不覺得嗎 我每次看到有人把自己的成就 當成在Facebook上炫耀 或者是當他站在一個位置 他感覺的不是責任 而是榮耀 他對於他做的事情做的好壞 他都只有很低的感覺 我就認為 哇 把他放在那個位置上 對他簡直如同辨識 我覺得他好可憐 你覺得嗎 確實 剛剛文清老師問我的問題 問得非常好 確實 你在你的同文層裡面 你在你的社群媒體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 好像似乎每天日子過得比你好的 因為他每天po的就是 美麗的下午茶 他去日本哪裡玩 他穿得多漂亮 他今天喝什麼樣的紅酒等等 但是 就如同剛剛文清老師說的 他實際上 他真的活得快樂嗎 可是我覺得他去那裡玩又不一樣啊 因為那個說談幾百億的 很可能是他覺得他經過很久的努力以後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覺得他想告訴大家說 我奔跑了這麼久 我辛苦了這麼久 我終於達到這個 destination 我告訴你就是同理心 他可能一直不能夠肯定他自己 他需要靠這個 可是如果是旅遊的話 他可能想到他這一刻的快樂 分享給你 為什麼你需要覺得他這個叫炫耀文 有可能嗎 就是對我來說 有一些人 應該是這樣講 他在分享的一個語言上 有一些人會讓我覺得是分享 有一些人那個叫做炫耀文 在場的同學應該可以去分辨 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蠢蛋 就像你講的 他是個蠢蛋 他這種表達能力有問題啊 文字程度差 是 是 所以這個部分 回到你剛剛問我的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有人問我 很多的問題來攻擊我 我的回覆是 確實你說的都對 那是你看到的一面 那如同你剛剛在告訴我說 我在看別人的時候 我可能也是那個蠢蛋 我告訴你們大家也有我的經驗 我會分辨那個批評我的人 他是什麼樣的情況 譬如說他來講說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譬如說他來做一些批評 那個我們都會覺得沒什麼 可是如果他基本上寫東西 他就是一個 我最近還跑出我們的世界周報的臉書 有一個人叫習近平來留言 他就是創造一個假名叫習近平 然後來辱罵人 那這個人 我就直接封鎖他 你跟這種人 根本不要講到什麼 但我錯了錯過頭 他瘋了 我就把他封鎖掉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OK 那我不封鎖他 我就是一個蠢蛋啊 我為什麼要讓一個瘋子在這個地方 讓其他的人覺得他來一個 positive 很快樂的地方 他如果是來說 你這裡有錯字 你們幹什麼的 有些人會說 你這裡有錯 有幹什麼幹什麼的 有的人講說 你這是從哪裡抄來的 其實我要告訴各位同學一件事情 一個人當他罵你的時候 他非常偏執 不是你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他這一生會帶著他的偏執 在每一個領域跟每一個工作上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在人工智慧的時代 跟我們要學習 作為一個人的智慧時代 你覺得有特別重要嗎 因為我們一直說 憂鬱症是個文明病 那我相信 那將來會更嚴重了 對不對 那Albert Paul 就發現說 隨著全球化 人工智慧的學期 有更多挫折的人 那這些挫折的人 他一次 覺得school of life 是很重要 你覺得呢 其實這樣講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很顯著的跡象 就是說 其實 我們剛剛在看emotional education也好 emotional intelligence也好 在國外已經是成為一個顯學了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the school of life 目前在全球有12個據點 在亞洲只有首爾跟台北有 那 這兩年呢 the school of life 總不是在倫敦 他們在美國做測試 就是說 辦這種大型的foreign event 他去年半 前年半爆滿 去年半也是爆滿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然後你在看說 在YouTube上的點閱率 是這麼的高 其實呢 大家在情緒上 在情感上 都需要一個出口 那個出口 並不是透過morrow 或者透過宣洩 或者透過宣洩 或者透過吃美食 或者透過旅遊 而是說在 在你四下無人的時候 你在面對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去思考 你怎麼去面對 你這整個人生 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的理想是什麼 你追訓是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它是一個 未來大家必須去證實的一個課題 如果回到剛剛講說 How to be confident 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課程練習裡面 會有幾個題目 你各位同學現在可以思考看看 他會反問你說 你覺得你心目中 你現在會想誰 讓你覺得很有自信 第一個問題 你想一下 第二個問題 你為什麼覺得他很有自信 第三個問題 他從哪一方面的實際作為 讓你覺得他很有自信 你覺得你呢 你腦袋覺得誰很有自信 我腦袋覺得誰很有自信啊 其實沒有 坦白講沒有 因為一方面我沒有偶像崇拜 二方面我沒有特別覺得 誰非常有自信 有啦 有一個人很有自信 就是我們都認識的 那個李美波他很有自信 我覺得他很有自信 你在講一個現場不認得的人 那 他的綽號叫做李永峰 然後為什麼他叫李美波 因為他一句英文都不會講這樣子 或者我們今天辦問在場的同學 我今天 他是台灣那個三一九鄉鎮 就是到處去巡迴啊 帶著小朋友都可以有微笑的 那就是他主要的主持人 就是這個瘋子 他為什麼是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他說他做劇場不如賴聲川 他做表演 然後他做任何其他的工作 他覺得他有不可能超有李懷民 他唯一就是能夠搞笑 所以他就決定搞這個三一九對不對 來繼續說 我是說今天我帶來兩個禮物啊 第一個禮物呢 這是 The score塊裡面提供了 第一個叫課程嘛 第二個呢 他有提供活動 第三個呢 他有很多的網路的免費的資源 YouTube的影片 還有一個叫做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應該要特別去看 The Book of Fly這個網站 The Book of Fly這個網站也是免費的 他搜羅了很多有關於剛剛講的文章 而且是有系統的去做分類 我想請問你 講那麼多久啊 要參加你要去你講一個百貨公司 介紹半天 人家至少會給你地址啊 到底要怎麼參加The School of Fly 只是上網去看影片 要參加The School of Fly 其實他有兩種 一個叫做我們剛剛討論過的 免費的跟付費的 免費的 你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一百多支免費的影片 然後有The Book of Fly免費的文章 那付費的話呢 就是要到麻煩你 Google或者是Facebook The School of Fly Taipei 我們就提供一系列的課程 課程都是在台北啊 課程都是在台北 那也許我規劃明年會做 pop up school 就是快傘學校 短期的 比如說 也許我們明年度有機會 短期三個月在亞洲大學 有一個pop up school 現在都流行 聽見 現在都流行這個快傘 就是pop up cafe pop up restaurant pop up chef 所以我明年 像澳洲 因為全球座比較大的就是倫敦 還有 Melbourne 那 Melbourne 那 Melbourne 就是後來他就先去 Sydney 弄一個pop up school 後來他就 在 Sydney 就又開了一個分校 然後在 Perth 也就弄了一個pop up school 所以 我們的同學 因為我只要他們 可能會想知道 這個 School of Fly Taipei 您剛才提到 大概一百多支的影片 其中 你們已經想辦法 把五十多支影片 就翻成了中文 他有版權問題嗎 版權 這是open的 這是open的 所以大家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拿去用 可以拿去用 這個是沒有問題 文健老師上課 我的同學老師上課 都可以拿去用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拿去用 然後每天好好看一則 每天 隔一段時間 就給自己好好看一則 然後好好的在裡頭學習 對不對 OK 那他如果想報名上課 待一個禮拜上 多少次課呢 他的課程很特別 就是他並不是說報名 然後就要上一系列的課程 我們所有的課程都是one shot 一次性的 所以呢 你今天覺得下禮拜六 你要上 How to be more confident 你就報下禮拜六 你覺得下個月有一堂課 是How to communicate better at work 你就報那一堂課 所以說 在職場裡頭 有更好的溝通能力這樣 所以所有的課 我們都是單堂單堂的 當然在國外有一個整個package的課程 多少錢 剛剛問的問題很具體 多少錢 沒想到說文貴老師會問我這麼的具體的問題 多少錢 要講多少錢嗎 對 我認為是 因為我們所有的課程有一個規範 就是說剛剛講這些how to的課程 都是授權的課程 就是倫敦授權的課程 然後老師經過training 所以我們每一堂課有一個限定 就是maximum 只能32個學生 所以因為我們要確保說 老師跟學員的活動 而那個整個課程 我們要帶很多的exercise 來做不同的討論 我們一堂課是兩個半小時 八百塊 應該是很合理的 那老師講中文 還是講英文 老師有講英文的 也有講中文的 所以我們就會在那個老師 比如說如果是一般中文老師的話 當然他就是中文 如果是外婆老師的話 我們後面就會刮母說是英文授課 帥不帥 帥不帥 這個帥不帥就如同 剛剛how to be confident 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覺得他很帥 他自然就很帥了 如果你覺得他不帥 那就一點都不帥 OK 有女的嗎 什麼 有女的嗎 老師 為什麼文謙老師會問這個問題 有女的嗎 那為什麼不問有男的嗎 因為你們男的到處無所不在啊 連廁所都佔那麼多空間 我們老師男男女女都有 那回到剛剛我講的這一個 就是說今天帶來兩個禮物給同學 一個叫做know yourself 這是我們其中的一項 我們the score 其中還有一項叫做商品 周邊商品 那這商品裡面有書籍 就剛剛文謙老師說的 有哲學的位界 藝術的位界 幸福建築 機場的小旅行等等 那 家庭實力是啥 這USB喔 這不是USB 這個 這個是know yourself 就是認識你自己的一個卡片 所以這裡面卡片呢 這個抽出來呢 有很多的這些相關的輿路 是用來去幫助你去認識你自己的 所以我們其中裡面有一個熱銷商品 我今天沒有帶來 叫做100 questions card 就是100個問題的卡片 cars for self exploration 就是你如何發掘你自己這樣子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商品叫做confidence confidence 所以呢 自信 所以這個一樣就是說 透過這個牌卡的內容呢 你每天呢 你每天抽出來 你可以去瞭解說 confidence 這件事情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idea 所以呢 現場我們是不是今天開放問兩個問題 當然當然 然後有問問題的 你不要問那個很蠢的問題啊 因為每個人都很蠢啊 你剛剛教我們大家都是豬頭嗎 所以我故意講這句話說 實際上不要怕很蠢啊 所以 意思是說 我把你加速speed裡 問問題的人 第一個問題可以有一個禮物 know yourself 你可以選一個啦 你可以選一個 一個人可以選吧 對對對 第二個就沒得選了 好不好 想要禮物的人 問問題 來 現場有沒有問題 我用倒數喔 9 8 7 6 5 4 3 2 1 請舉手 你們不舉我舉喔 有沒有人舉手 給你們987人 你們不要這個禮物啊 來 來 他剛才就有點頭 okok 他剛才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他反應特別多 來 你說 文貴老師哥 你們好 然後我想要問一個問題是 因為 現在你說要保持你的自信心嗎 但是 就是 保持自信心如果是 知識上的問題 比如說 像 那個 還沒有發展的 就是理論 比如說現在 有人說生酮不好 有人說生酮好 如果說生酮 生酮飲食好的人 可能就被一些 本來 什麼叫生酮 生酮飲食 的人 比如說 就是 你本來我們吃的東西 又把 又把 就是 探索化合物為主 然後現在生酮飲食就是 百分之八十的都是油脂這樣 然後就會 因為 那是很生酮 對 對 所以有人說生酮飲食 就是 就跟自信心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你提出一個理論 但是 但理論現在不被認同是 可能會被攻擊的 那你覺得如果是老實的話 你怎麼應對 對 OK 其實我們剛剛討論的題目是 How to be more confident 不是如何保持自信 這兩件事情 就保持自信 然後說 如何更有自信 這兩件事情 而且你提出一個理論 被攻擊的時候 如果它是根據科學依據來評判你 其實應該覺得它是 一個 improve 理論能力 然後你就可以跟它論辨 在論辨過程 你可能發現是你錯了 對嗎 是對的 然後後來發現說 你還可以把理論更 upgrade 然後做得更完整 百分之八十可能不對 應該是七十 或者百分八十 所以它其實對你這種批評 只要它是用科學理論 來跟你評論的話 Actually It'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fidence actually it's improving yourself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科學家或專業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 被別人提出不斷的question 這些question 每一個 就是說 你對有些事情 無視很長就這樣的話 你對某件事情一定要思考 思考來自於懷疑 這個懷疑 你可能說你猜疑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我現在所相信的這個事情 是否是完全對的 你一定要保持這樣一個question mark 這樣對不對 好你可以有那個know yourself 謝謝 來有沒有人要問第二個問題的 不過剛剛我補充一下 剛剛這個 我健老師提的內容 我就直接丟給你 會比較快一點 會把砸到人了嗎 OK 不好意思喔 如果你來上 How to be confident的課程裡面 我們2018年新的改版的課程 其中裡面講confidence有九項 其中有兩項 第一項就在談說 我們要認清自己是Eliant 第四項談的就是criticism 就是有關於說 你如何能去接受 理解別人的批評這件事情 OK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Are you so confident or 你們是因為太自信 不想問 還是沒有自信 所以不敢 來中間的那個 紫色衣服的同學 藍色 阿里色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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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沒關係 可能我們兩個也是錯的 哈哈哈哈 可是我們都是傻子 來 各位同學 你的問題謝謝 老師 那個就是剛剛你們說那個 同品性嘛 而且 no no 那個 可是 那如果把 no 是kno 打開成no no的話 呢 Wonderful 很聰明 太棒了 這是問題還是你 你只是要提供一個主張給大家 沒有 就是剛剛文謙老師講 你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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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 就是沒有自己對不對 就是剛剛文謙老師講起來 好像是 是know yourself know yourself 把你的承見 把你個人的很多東西先拿 不是 李老師剛剛說 一開始所提的那個 是 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還是 就是 就 懂 但是 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我 我 我主要是跟他在展開兩個 辯論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是兩條 有交集也可以提醒的事 這樣子吧 是不是這樣 他可以有交集 有交集說你越認識你自己 你可能 越有機會對別人產生同理性 可是認識自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 可是你到死了很多人是不到自己全部 對不對 但是同理性的建立不可以 因為你對自己的認識不夠 而就很難建立同理性 那同理性的東西很重要 是盡量把自己拿走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既是平均線 又有一點點交集 所以 know yourself at k n o w 很重要 know yourself know yourself 懂意思嗎 也很重要 在這兩件事情 那有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對自己的認識 你必不是太多 但是你就真的可以有同理性 我做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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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同學 你會問這個問題 你會提出這樣的idea 代表你有在動腦 the score of 5 在這麼多的課程裡面 其實不是在告訴每一個學員答案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the score of 5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是說 透過這個學習的過程 透過了解不同的觀點 來啟發你其他的想法 所以實際上 今天不管是know 是k n o w 還是know 都是ok的 實際上 它並不是在尋求一個標準答案 或者是 你剛剛提的說 這樣會比較好嗎 它也不是比較的問題 它是一個平行線的 水平線的問題 就是說 你透過這樣的一個觀點 欸 有得到了另外一個啟發 透過這個觀點 得到更多的啟發 所以這個是一個the score of 5 並不是在 你來上課就會變得說 喔 我來上了兩個半小時的課 How to be confident 然後我回家 出教室那一剎那 我就變得很confident 並不是 我們的課程今天一個半小時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回到人工智慧 為什麼我要把這堂課 放在人工智慧的系列裡面 你可以想像 在沒有社群網站 然後它可以有大量運算之前 你根本沒有機會 一下子一件事 被那麼多人包圍 這樣對吧 所以在這個時刻 to be yourself and know yourself and not really so care about the others 不要那麼在乎別人的真心 在這個時代 越來越難 然後越來越多的銀河 越來越多的負荷 越來越多的萎縮自己 所以我們同時在強調平等 也就是把你的自我拉起來的同時 我們在強調壓抑 把你的自我搞不見了 這是人工智慧的一個特色 然後你站在一個機器人的對面 你站在一個archical的對面 柯傑他在跟他下寫的時候 就哭出來了 因為他不如對方 可是如果柯傑不要覺得 他是世界危機冠軍 他覺得我就是個人 人他本來經歷就是不如 一台電腦 如果他對人工智慧會多一點了解 那他當場哭什麼 他就會說哇 他可能當場就會認為說 哇 I'm so honored 如果換你角度來講 我好高興啊 我打敗過他一場 然後呢 他立刻就學會了我 所以我是最後這個 他們各位的老師 而且我用 Honor 可以帶來一個人類 來證明人工智慧在某些領域 超越了人類 可是柯傑他可能在 關於他個人的榮譽 這件事情裡頭太在乎了 所以他現場的反應就是 哭出來 那我上次在上課 就有告訴各位說 以我的個性 因為我是柯傑 在人家上上第一局 我也了解人工智慧是怎麼回事 我就會叫我的小弟 到後面去 把插口給拔掉了 那那個阿媽各位就死掉了 我就會說 我告訴你 你更厲害 你就是沒有我建造 就是人居居居居居的地方 這樣 但回頭來講 就是希望大家在 因為我其實看著 從以前的農村社會 我們其實人類是很貧窮的 飯給吃不飽 然後能夠渴望說 三餐溫飽 就已經很幸福了 工業革命 我們的速度已經加快 我們的慾望也一直加大 然後我們對所有個人的期待也越來越多 我們要得到的東西也越來越強 譬如說我在你們的年代裡頭 我根本不覺得我要買房子 我到四十幾歲 其實我一直是很高薪工作的人 我到四十幾歲實在是被我們樓上的人吵到快要發瘋了 他咬了九隻流浪狗 放了陽台 半夜兩小時我回來 我好不容易睡著了 他們一覺我全部都醒過來 然後清晨五點鐘 可能有另外一間的人 他們的狗又叫 我這次住不下去了 發瘋了 我才去買房子這樣 但是你們現在還有二十幾歲的人 二十幾歲的人就開始說 我這個一直都買不起房 我就覺得台灣傻瓜才買房 房子那麼貴 買了幹嘛 最好就是可以租 那等到你到一個年齡的時候 你自然會有一定的財富 然後房價會起起伏伏 你不要說再去想這些事情 可是大陸數的人覺得 我的慾望就是如此 郭台銘也講到38歲 他已經都有工廠 他跟他太太都生了兩個小孩的時候 他們還在租房子 所以我不是在講你們不對 我在講就是說 其實這只是一個短短的二十幾年的gap 對不對 不對喔 我大陸四十歲 抱歉四十二十歲 就說四十年內 大家的慾望就改變這樣 更不要講一百年 兩百年 那你可以想像人工智慧的時候 你們的慾望會更高 當你看到那個在Google上班的人 在Facebook上班的人 他的薪水 他的待遇跟他們的人生 跟你的人生 跟你的薪水落差的時刻 你其實很難 你不在這個事情上很痛苦 你不可能回到你的阿公 你不可能回到你的阿公 很高興的時代 不太可能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過年的時候可以垂跪 然後全家團聚 會覺得好幸福 你不可能回到那樣的一個信徒感 那低慾望的時代也過去了 現在是一個高慾望的時代 在一個高慾望的時代的時候 你其實人如果越沒有智慧 人工智慧會使命 變成比機器還要糟糕 因為你充滿了恨 不為有愛 知道對嗎 我相信這個文建老師最後做的一個結語 帶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啟示 其實人工智慧他會不會取代 我們這些工人智慧 這事情不是頂重要 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而是說 我們都開始成為human being 我們是人類 我們怎麼去面對未來 人工智慧不同的應用 創造不同的一個工作機會 是應該 然後用不同的學習態度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從hard skill 到 soft skill 的一個轉變 你可以再去 pick up 更多 不一樣的知識 來面對這個新的環境 我覺得跟你講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國際政治的事情就是 美國的偉大的川普 他決定把以色列的首都 從特拉維夫拉到耶路撒冷 你們有說過這個國際新聞嗎 有 OK 他為什麼不做這個事 美國立切總統都想做這個事 為什麼美國立切總統都想做這個事 因為猶太人在美國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 for what for what for voting 為了選票 對不對 for money 為什麼因為猶太人 掌握太多的銀行 錢 權 就這兩個 可是在1948年 當時那個地方 是巴格斯太人住 以色列已經離開那個地方 猶太人已經離開不了 上千年了 為了他們在納粹時代所受到的苦 全世界的人認為 該給他一個國家 甚至猶太人內部是有分裂的 猶太人內部有很多人說 我們再會是我們的宗教 跟文化跟傳統會保存下來 我們並不見得 我們需要回到以色列的地方去建國 但是希特勒的屠殺 讓我們稱之為習安主義 我幫你上個歷史 叫參與的時候 叫做猶太復國主義 變成所有猶太人各種運動裡頭最強的 在那個之前完全不是 所以習安主義本身就是 納粹主義的復產品 這樣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OK 然後它變成在英國崛起以後 就變成一個主要的理論 那英國是巴勒斯坦那個地方的殖民政府 所以1948年在各種力量之下 聯合國跟英國同意 在那個地方讓以色列建國 可是耶路撒冷呢 是西耶路撒冷這個地方 是屬於以色列的地方 東耶路撒冷呢 是把 就是你想像 我們在臺北好了 把臺北市這個城市呢 東邊這邊歸給猶太人 那東邊原來的巴勒斯坦人是在住的 他們就沒有嫁人 就把他刮去對邊的 好了 那英國人呢也很奸詐 說起來是說 我本一半 結果他就拉了一個鐵絲網 鐵絲網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撤軍走了 所以他撤軍走的第二天 以色列的人就直接佔領 就把東耶路撒冷也直接佔領起來 因為說好當時全世界是 西耶路撒冷跟猶太人 以色列 東耶路撒冷 讓那些沒有家人的巴勒斯坦人 至少還可以住在東耶路撒冷這樣 那耶路撒冷這個城市 同時是基督教 猶太教 跟回教的聖城 它不是只有是猶太人的聖城 它同時是回教的聖城 它在回教裡頭 它的名字就叫聖城 然後呢 在猶太教裡頭 當然是它的起源地 所以一個宗教 一個土地 還有好幾個宗教 尤其是主要兩支的宗教 那川普歷屆美國總統都說說 可以騙票 拿了錢就算了 沒有美國人做 川普還應該 你認為他為了什麼 你知道他同時 美國政府昨天做了兩個宣布 第一是我就等半夜亮 我要看他演講 所以我就等到半夜亮 然後才睡覺 因為那是一個historical speech 一個歷史性的演說 他演說完畢以後 同一時間 美國的國務院等國土安全部 發出旅遊警告 叫美國人在最近幾年之內 都不要去耶路撒冷旅遊 因為他完全知道 這個決策的結果 就是黨的動盪 跟可能的恐怖攻擊 所以你認為 在勇之會的時代 真正可怕的是什麼 是Tim Hope這句話 他根本不care 他不在乎機器取代人 因為機器是被人設計出來的 當然他可以深度學習 他這樣會被人怎麼樣 可以繼續辯論 但是非常obvious的是 人的邪惡 人的貪貪 人的權力跟金錢的渴望 可怕的是 Tim Hope這句話 摒棄同情心和價值觀 並且不激後果 然後他不激後果 他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要再連任 再連任這三個字 只有三個字 他可以做出很多很壞的事情 所以你剛剛在提到 know yourself 你要川普know yourself 這個太難了吧 他死了 躺在棺材裡 he would know yourself he would know himself 他怎麼會可能認識他自己呢 可是 我們很同理心地去瞭解 巴勒斯坦人 你懂我意思嗎 就說不是只有 留太人是人 巴勒斯坦不是人嗎 所以 以色列裡頭 那個國家裡頭 有很多得獎的journalist 他們的媒體工作者 我就看到他昨天寫了一段話 他說否認就是以色列人 現在最擅長 他否認世界上有巴勒斯坦人存在 否認他們在以色列建國之後 所遇到的所有處境 否認以色列曾經對他們的屠殺 否認以色列對他們土地的戰略 而且用了一個名稱 台灣的媒體都還跟著用 你們很熟 三個字叫囤肯區 對不對 什麼叫囤肯區 我給人家把你的土地拿來用 這樣叫囤肯區 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那就是戰略 occupy 他還變成囤肯區 然後呢 他因此 整個以色列 他們還有一些 很有良心的媒體工作人員 會在這個事情裡頭 會提到 就是說 以色列建國的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曾經是 如此悲哀的民族 跟流亡的一群人 然後到處被屠殺 可是他如何成為一個 屠殺別人的國家 滅絕別人家裡的國家 所以這種同理性 你只要了解自己的國家歷史 民族歷史 然後呢 你某程度承認別人跟你有相同的權利 其實你know yourself本身 在這裡頭 沒有真的那麼大的比例 像我認為你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去講說 其實我講一個國際政治 講國際政治的好處就是他很遠 所以你的感受 老大你很清楚啊 因為川普做的事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台灣因為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沒有衝突 對不對 猶太人在我們這裡也是有點勢力 所以以色列主裁代表 多次要請我喝咖啡 我怕他下毒 我就說謝謝不用你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有很多 台灣有一些人會嫁給以色列人猶太人 猶太人是喜歡去中國 他們重視Family 所以有很多人嫁到那裡去 然後他們常常會打電話來抗議 就我們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報導 然後罵我們 罵得很難聽 這樣說我本來很喜歡看你 我以前是一些主報 可是你太偏頗了 所以我們都在看半島電視台 都是什麼樣的 偏頗伊斯蘭教徒 我是伊斯蘭教徒的走狗 我變成伊斯蘭教徒走狗 我還變成ISIS的附庸者 所以 finally 他們罵完了 我們就說 好吧 那沒辦法 這就是我的 policy 我的 policy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存在 這樣對吧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歷史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人生 每一個人都有他說不完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有你不了解他的地方 Don't be too judgmental 不要對別人太過度的評論這樣 那把這種很清楚的評論 用在像川普這種領導人身上 然後呢少用在 其實你並不是了解這麼深刻的意義上面 那謝謝你 我可能只要唱一點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來同學 這個我們就不能丟給你來前面 那抱歉我要趕高評 所以李老師 您在留下來談話嗎 不用了 不用了已經下課了吧 真的嗎 你一定要讓他走嗎 不不不 好 那我就跟他揮手再見好了 OK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老師們為我們帶來精彩公布的演講 今天的演講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走之前記得別忘了自己的隨身物品 ó摇摘 無解 麼 呃